这是关于一个女人,去到了岛上,把岛上的男人全部弄死了的故事 小美是一个漂亮的姑娘,在16年前,被岛上的人赶走 今天,小美决定回来复仇 小美在岛上开了一家餐厅,小美做得一手好菜 而这些男人也打起了小美的主意 小美是一个单身的女人,所以男人们经常是晚上过来吃饭 小美为了获得所有男人的信任,所以每一天晚上,都会接待一个男人来吃饭 当然小美也和这些男人做了其他的事,让这些男人更是死心塌地了 小方是一个可爱的姑娘,只是觉得小美做菜很好吃 所以也想要跟小美学做菜 小美也同意教小方,所以小方每天都会去到小美那里 小美做菜的诀窍就是,要在菜之中融入感情 具体是怎么融入感情,小美就跟小方示范了起来 原来是小美和小方在一起玩,两个女人也玩得非常的开心 一边玩一边做菜,这做出来的菜确实是非常的美味 终于再有一天,有了一个很大的机会 岛上组织了年终庆典,所有人都要一起聚餐 而小美作为餐厅的老板,所以就承担起了做菜的事情 小美就在菜里面都下了毒,最后所有的男人都中毒而死 因为女人们都嫉妒小美,不愿意吃小美做的菜,所以死的都是男人 本来小方的老爸可以逃过一劫 但是有一个好心人,把菜直接送到了老爸的家 小方老爸不知道菜里有毒,吃得很开心 结果也是去见了阎王 小方见爸爸死了,无比的悲痛,要跟爸爸报仇 所以小方去找到了小美,小美在餐厅里睡觉 小方直接就点了一把火,熊熊的大火把餐厅化为了灰烬 故事就结束了